史皇帝的祖龙之眼和徐佐之男的最强幻术之眼到底谁更胜一筹 就在刚刚徐佐之男开启阅读 直接将纵横两位剑铃困在了幻境之中 可徐佐之男却万万没有想到 纵横剑铃突然合体 一个黑影手持黑白双剑 剑线出来 这杀气瞬间蔓延全长 不但如此 徐佐之男随后发现 他对自己幻境的控制权在一点一点的减少 面对着未知的变故 徐佐之男也是第一次感受到了恐惧 而造成这一切的正是史皇帝的祖龙之眼 只在瞬间史皇帝完全占据上风 同力也绝对在阅读之上 眼见着幻境即将一逐 徐佐之男大惊失色 可任谁也想不到 在这最后的时刻 他竟然强行吸收在场所有岛国观众的同力 只为了无限增幅自己的阅读幻境 果不其然 这场幻境争夺战直接进入僵持状态 而说起来最让人感动的 却是场上所有的岛国观众 即使已经双目失明 却仍然摇起呐喊 这一幕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在了眼里 这就是岛国精神 令人为之动容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手持双剑的神秘剑铃 突然爆起 只见他的右脚点地杀神领域瞬间扩散 而更可怕的是 在他冲出去的一瞬间 环境中原本血红的颜色竟变得无比的苍白 在配合杀神领域之后 这极致的压迫感令人窒息 这一次作为神明的徐佐之男 再也不敢轻视对方 他手持十拳剑一个顺身 直接与神秘剑铃交战在一起 而这剑铃的每一剑都带有八道残影 纵横之势 席卷天地 徐佐之男 自知剑术不及 他后退半步 直接开启右眼天照 他目光所及之处 黑色的火焰立刻起舞 而且不仅如此 那黑色的火焰 如同铠甲一般将他包裹其中 这一招极为聪明 可谓攻守兼备 而神秘剑铃 只得快速移动 再寻找机会 再做打算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俩人竟打了三天三夜 可幻境中的三天 却只相当于现实中的一分钟 最后神秘剑铃终是不敌 再次化为纵横双剑 回归石皇帝两侧 而徐佐之男也顺势撤出幻境 可他还未站稳 石皇帝竟突然对他出手 嬴正身后 凭空出现90把飞剑 这就是他的至尊王权 下一秒 所有的飞剑急速射出 根本就没打算 给徐佐之男任何的机会 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徐佐之男高举八尺镜 将所有的攻击抵挡在外 而且不知何时 一个巨大的黑影 在徐佐之男的身后显现 众人大惊失色 这竟然是八旗大蛇 邪恶的气息笼罩全长 可石皇帝一脸淡然 他朝着八旗大蛇一声大喊 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徐仙吗 只此一句 八旗大蛇菊花一紧 区区人类竟敢羞辱本尊 石皇帝放声打笑 朕羞辱的就是你 就在这时 一个巨龙之营出现在石皇帝身后 不错 祖龙真身同时显现出来 原来之前所有的交战 都是石皇帝的试探 而真正的战斗 只不过才刚刚开始